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由2020年12月14日到2022年2月11日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通過疫苗事件報告系統 總共收到110萬9063份COVID-19的不良反應事件報告 其中有23,990宗關於死亡 以及19萬2,517宗的嚴重傷害 剔除VAER系統所提交的外國報告 同一期間美國總共報告了76萬102宗不良反應事件 包括19909人死亡和79,111人嚴重傷害 一年來隨著公眾大規模接種疫苗死亡和嚴重傷害事件 每個月都增加 但是CDC和美國食品及入物管理局FDA表示 這些都是民間報告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過調查 參議員羅納德·約翰遜表示 在13個月內超過2萬2千宗COVID-19疫苗的相關死亡事件中 即使沒有官方調查 近百分之三十發生在疫苗接種後的一至兩天 因此FDA應該向公眾發出警告 約翰遜總結了最近26年來 藥物導致死亡的情況 來對比COVID-19疫苗的傷害情況 其中在總共15910宗禮止當中 使用抗寄生蟲藥物依維菌素的 平均每年有15宗相關死亡 使用抗藥疾藥物強綠灰 簡稱HCQ的 平均每年有69宗相關死亡 使用流感疫苗 平均每年77宗相關死亡 使用類固醇藥物地蔡米蟲 簡稱DXMS的 平均每年有618宗相關死亡 另外在中共26356宗例子當中 使用抗寄的平均每年有1024宗相關死亡 而在中共1612宗的例子當中 使用新約瑞德西偉的 平均每年有921宗相關死亡 而接種COVID疫苗 平均每年有20175宗相關死亡 在美國歷史上十大疫苗事件當中 1995年的含有活的小兒麻痺症病毒的 卡帝疫苗就導致大約4萬人感染了無法預料的小兒麻痺症 同時會發燒、煙喉痛、頭痛、嘔吐和肌肉疼痛 有51人癱瘓、5人死亡 即使同一家庭的兩名兒童同時接種該疫苗 也出現一個兒童沒有不良反應 另一個就死亡的例子 在該疫苗推出的前一年 研究機構曾對該疫苗進行了180多萬名兒童的大規模試驗 42萬名兒童接種了疫苗 20萬接種了安慰劑 120萬人什麼都沒有接種 相對來說COVID-19疫苗只是進行了幾個月的研究和幾千人的試驗 就一直被快速推廣 美國現時有超過2億200萬人完全接種了兩劑疫苗 佔總人口的61.1% 全球疫苗接種人數超過4億2600萬人佔54.4% 猶他州的德雷森在2020年11月 參加了阿斯利康疫苗臨床試驗 接種第一劑之後 就出現嚴重的神經損傷 包括手臂刺痛 對聲音和光線敏感 在床睡了幾個月 迫不得已要重新學習點行路 點吃飯和再次組織點說話 他被退出試驗組 相關的實驗數據也被消失了 他們在面書有超過12000名COVID-19疫苗的 受害成員 但在雷德森參加了約翰遜參議員第一次座談會後 群組被面書關閉 疫苗受害者得不到幫助 醫生也怕接觸疫苗受害者 製藥公司也不承擔責任 俄亥俄州新生拿提的12歲女童默迪 1月份參加了5至12歲的輝瑞臨床實驗 在注射第二劑輝瑞疫苗24小時內出現嚴重反應 他在2個月內9次看急症3次住院到現在還沒康復 原本健康的女童現在要坐在輪椅受著病痛 而且無法自行進食 律師湯姆·雷恩代表國防部的3位10名舉報人 據國防部資料庫 在接種COVID-19疫苗後 流產給5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300% 癌症發病率增加了300% 影響飛行員工作的神經系統問題增加了1000% 參議員約翰遜表示 辦公室已經向國防部發出信件 要求保存所有記錄 並必須對此進行調查 雷恩強調 CDC的官員完全知道這些 國防部的Project Salis報告顯示 接種疫苗後的新病例增加了71% 住院增加61% 這是高層的腐敗 瑞恩·科爾博士是病理學家 每年大約做4萬次檢查來自人體的細胞或組織 科爾表示他和一些腫瘤專家注意到 在接種疫苗後 那些病情穩定的癌症 就像野火一樣發作 他呼籲進行疫苗 是否促使癌細胞突變和轉移的研究 因為特刺蛋白的機制 可能會結合或激活一些東西 約翰遜提到 他收到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對疫苗的質疑 他們不願意接種疫苗 因為看到患者原本在緩和的癌症 在接種後突然就爆發 瑞恩·博士說 疫苗並不安全 人未能定性他全部的風險 而有風險就必須有選擇 就像你去看外科醫生 他們會描述風險讓你自己選擇 瑞恩博士還引述南非反種族隔離革命家 曼德拉在1995年5月說 沒有給對待兒童的方式 更能揭示一個社會的靈魂 瑞恩博士說 在我們看我們的公共政策 對兒童產生了強烈的不利影響 要兒童接種疫苗是完全不合理的 參議員約翰遜說 根據CDC的數據 年齡在0至17歲的人群當中 每百萬人就大約有20人死於COVID-19 如果超過65歲 每百萬人就有大約9萬人死於COVID-19 剛剛從越南看到的消息 北部副都省一名九年級的女童 接種了第二劑輝瑞疫苗後去世 2021年12月3日 女童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後 出現頭暈和呼吸困難 被送往醫療中心治療後康復 女童的媽媽向醫生說了情況 但是醫生說會有副作用 但是女童的風險不大 應該打第二針 約翰遜說 該女童打了第二劑疫苗 20分鐘後出現胸悶 頭暈、呼吸困難和癲癥症 當場接受緊急治療 隨後被轉送到醫療中心 抵達後 她就開始吐血 陷入昏迷 心跳停止 她的家人收到消息說 她在送院後的星期以上就去了 馬龍博士認為 接種疫苗是有風險的 一種原因 可能是mRNA疫苗 是一種基因療法 它會有度嚴症的反應 為了抑制這種反應 他們修改了RNA 人的受體 基本上可以吸收病毒和細菌 但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應 而且疫苗增強疾病的例子 由來已久 可能會影響和改變人的 免疫系統工作方式 馬龍博士說 去年秋天開會時 我要求CDC 在接種COVID疫苗上 進行年齡分層 他們不是不知道 但卻沒有採取行動 由Omicron我們可以看到 疫苗不能防止人類感染和複製傳播 馬龍博士認為 加拿大安大陸省 是疫苗高接種區 每百萬接種疫苗的人中 感染Omicron的人數 高於未接種疫苗的人士 此外 接種疫苗 是否以及在幾大程度上 能預防更嚴重的症狀 也是一個開放 而且有爭議的議題 馬龍博士擔心 大規模接種疫苗 會造成病毒的抗藥性和逃逸性 可能會出現其他變種 有一種說法 戴口罩和打疫苗 是為了保護其他人的健康 其實在同樣的外界條件下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那與本身的年齡、體質、病歷等 有密切關係 基爾希曾經是一名高科技公司的高層 之後公司倒閉 他就啟動了COVID-19早期治療基金 用於資助Worksman處方藥 該樣物已經被證明 可以將死亡人數減少12倍 但是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不推薦它 基爾希現在是疫苗安全研究基金會的創辦人 基爾希說 目前只有兩個大規模 針對COVID-19戴口罩的隨機研究 無論布質或手術口罩都無效 孟加拉的研究數據是公開的 如果使用它的數據分析 就會發現戴不戴口罩沒有區別 但是它們就扭曲了事實 證明戴口罩有效 基爾說 即使是N-59口罩 如果你長時間和某人逗留在一個房間 也是無效的 唯一有效的可能是P-100 但是卻沒有做過病毒測試 它的效果可能比N-95強150倍 這種口罩 也只是能夠保護你自己 它沒有向外方向的過濾器 不能夠保護他人 查理·德烏索博士說 N-95口罩在隨機試驗當中 並沒有證明有效 95代表過濾95%的空氣那顆 但是不耐油 而COVID-19就是油狼病毒 不會黏在水分子上 史丹福大學的醫學教授 巴塔查雅說 疫情期間的封鎖政策 未能阻止流行病的傳播 第一 它不是機會均等的流行病 百分之四十的死亡 發生在養老院的環境 65歲以上的嚴重感染和死亡率 是年輕人的一千倍 第二 封鎖導致人的心理健康危機 對兒童的成長健康和福祉 造成巨大損害 從2020年10月開始 多位學者、專家和醫生 包括一些語彙者 都簽署了羅馬宣言 截至2022年1月18日 超過1萬7千名國際醫師和科學家 簽署了羅馬宣言 在2021年10月的更生後 宣言裏列明經過20個月的研究 涉及幾百萬患者的記錄 幾百項臨床試驗數據 已經證明在對抗COVID-19上 可以達成3個基本共識 第一 18歲以下健康的兒童 不應該被強制接種疫苗 已經發生了的COVID突刺蛋白 包括基因疫苗傷害事件 對兒童的大腦、心臟、免疫和生殖系統 造成永久性的生理損傷 第二 自然免疫 是對抗COVID-19疾病發展和嚴重後果的 最具保護性 和最持久的解決方案 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 傳播病毒的風險最低 自然免疫是群體免疫的最佳來源 而且是跟隨病毒的必要條件 第三 眾多可用藥物的早期干預 是安全和有效的 並挽救了幾十萬人的性命 禁止衛生機構干預醫生的治療方案 保險公司必須停止扣除醫生開出的救命藥的藥費 2020年10月 巴塔查雅和富爾多夫博士 以及英國的古普塔博士 共同讚寫和發表了大巴林頓宣言 到現在已經有超過92萬人簽署 簽名不限於醫生和科學家 宣言說 我們來自世界各地 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 致力於保護大眾 宣言提到 目前的封鎖政策 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 都對公共衛生產生了破壞性影響 宣言關切現行政策 對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破壞性影響 推薦重點保護法 呼籲保護高風險群體 是對應COVID-19的目標 但是就應該讓那些非脆弱人群 恢復正常生活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李梅的綜合編譯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